鸡蛋可谓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它不仅贯穿了我们的一日三餐 水煮蛋 茶叶蛋 蛋炒饭 番茄炒蛋 征服了每个人的餐桌 它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世界 未解之谜 到底是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 吃鸡蛋十个不要做 你知道几个呢 也正因为太家常了 人们吃鸡蛋也有不少疑惑 生鸡蛋不能吃 一天最多吃两个鸡蛋吗 土鸡蛋更健康吗 这些问题都能从下面找到答案 接下来志恒要分享的 想要好好吃鸡蛋 别忘了这十个不要 后半段呢 还会和大家分享鸡蛋的治病小妙招 都是常见的小问题 很实用 有什么想法 或者建议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 或者Facebook三位食物找我 志恒在线等着您的来访交流 第一 不要担心吃太多的鸡蛋 很多人都想知道 一天该吃几个鸡蛋 而看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人 更加纠结了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建议 在其他食物 奶类 肉类和鱼虾都正常摄入的情况下 每周不要吃超过七个鸡蛋 但大家注意 这里的前提是 奶 肉 鱼虾都吃得足够多 如果只是每天吃一个或者多个鸡蛋 并不会增加心脑血管疾病 或糖尿病的风险 当然要是平时很少吃奶类 肉类和鱼虾等食物 或者特别喜欢吃鸡蛋 又或者是正在健身 需要补充蛋白质 多吃几个鸡蛋也没有问题 第二 不要丢掉蛋黄 的确 蛋黄中含有较多的胆固醇 一个鸡蛋黄 胆固醇含量高达280多毫克 但是没有证据表明 饮食蛋黄醇多一些 会导致高血脂或心脏病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 已经取消了每天饮食 对蛋黄醇的限量 所以没有必要担心蛋黄 其实蛋黄是个不折不扣的 营养宝库 蛋黄富含优质蛋白 单不饱和脂肪酸 卵磷脂 维生素A 维生素B1 维生素B2 还含有钙 铁 鲜 等营养素 不要再随意丢弃了 第三 不要吃生鸡蛋 相对来说 生鸡蛋不太好消化 而且也容易被细菌污染 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所以 不建议吃生鸡蛋 如果你喜欢吃生鸡蛋 还是在口味和安全卫生之间 权衡一下吧 第四 不要煮过火 煎过火 煮或煎 都是最常见的烹调鸡蛋的方式 切记 不要过火 煎煮的时间过长 会使蛋白质过分的凝固 鸡蛋变硬变韧 影响口感 以及消化吸收 第五 不要在室温下存放鸡蛋 夏天温度高的时候 鸡蛋在室温下容易变质 建议把鸡蛋放进冰箱 这样可以组成一个多月的时间 购买有包装的鸡蛋时 记得看标签 一周以内的鸡蛋 相对来说品质更好 第六 不要用鸡蛋补铁 鸡蛋黄中 铁含量 堪称丰富 但很难吸收 因为蛋黄中有一种叫做 卵黄 高磷蛋白 这样的物质 抑制铁的吸收 蛋黄中铁的吸收率 只有3%左右 红肉 动物学等补铁 会高效的很多 第七 不要在乎蛋壳颜色 红皮鸡蛋 白皮鸡蛋 都是好蛋 鸡蛋皮的颜色 只是一种普林物质 与鸡的品种有关 但二者营养价值 没有差别 红皮还是白皮 选个自己喜欢的颜色 就好 第八 不要迷信 土鸡蛋 土鸡是指散养的 主要以虫子 蔬菜 和野草为食物的鸡 很多人都觉得 土鸡蛋应该比 养鸡场里圈养的 吃饲料的 羊鸡蛋要好 但检测的数据 并不支持这种推测 相较而言 土鸡蛋的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胆污醇 钙 铅 铜 猛 含量 略多一些 而脂肪 维生素A 维生素B2 烟酸 锡等 略少一些 总体来说 土鸡蛋 营养价值相差并不大 但由于 鸡 吃食等因素 土鸡蛋中 可能含有一些 风味物质 让人觉得 味道更好 第九 不要相信 鸡蛋与豆浆相克 豆浆中 有一蛋白酶 一质物 会抑制 蛋白质的消化 影响鸡蛋的 营养吸收 但只要豆浆 充分的煮开 这种物质 就会被破坏 不会影响 蛋白质的消化吸收 所以 放心 早餐喝豆浆时 请任意搭配 白煮蛋 茶叶蛋 荷包蛋 完全不用担心 但是 如果把生鸡蛋 打入热豆浆中喝 就不算是好习惯了 因为感染吸睛的风险 会增加很多 第十 不要忽视鸡蛋过敏 一项针对中国 三到十二岁儿童的研究表明 百分之八点四的儿童 有食物过敏 其中对鸡蛋过敏的人数最多 占所有过敏人群的一半以上 鸡蛋过敏的人 要注意 看加工食品的标签 有时呢 上面会提醒 含有鸡蛋 或其他致命物品 看到这里 快点抛开 心中的疑惑 愉快地吃鸡蛋吧 你也可能不知道 鸡蛋不仅好吃 营养好 搭配好了 什么常见的咳嗽 扭伤 咽痛 头痛 烧心 胃痛 口腔溃疡 便秘 都能调制 下面呢 志恒挑几个重要的常见的 给大家说一说 烧心 冲碗鸡蛋水 功效 现代医学认为 鸡蛋黄中含有卵磷脂 可在胃粘膜表面 形成一层薄的输水层 有很强的保护作用 并能抵抗病菌的入侵 做法 开水冲淡后 蛋花柔软嫩滑 容易被胃消化吸收 可大大的减轻 胃的负担 有利于溃疡病灶的愈合 注意事项 水一定要是开水 这样鸡蛋才能冲开 不至于太生 但也要一定放到温后再喝 不然容易烫伤食道和胃的粘膜 便秘 韭菜炒鸡蛋 指导专家 武警重庆市总队医院 中医科副主任医师 天维军 功效 用韭菜治便秘 在中医书中早有记载 韭菜含有纤维素 加上通肠润造的食用油 鸡蛋 猪红肉 疗效显著 注意事项 需要提醒的是 韭菜治疗大便密结 只能适用于大便监测 排出困难 或大便密结 虽有便意 但临侧大便 又难排出 伴有少气乏力 喜热怕冷的 阳气窥虚型便秘 治胃痛 艾叶蛋汤 指导专家 南京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教授 魏沐欣 做法 用艾叶干品 10到15克 或鲜品30克 洗净切碎 鸡蛋三个 打在碗里搅匀 接着把艾叶放进碗里 和蛋液一起搅拌均匀 第三 在铁锅里放油 带油烧热后 将艾叶蛋液放入炒 倒半熟 加入干净的水 200毫升 煮沸5分钟即可服用 平稳血糖 煮粥放鸡蛋 功效 鸡蛋不仅是补充优质蛋白质的最好来源 而且其富含的蛋白质还可以起到稳定血糖的作用 做法 糖友平时在家中做粥 可以把鸡蛋揉碎 或者蒸一个清淡少油的鸡蛋糕 然后一起合到粥里 做成淡粥 这样粥的升糖指数就会相对下降很多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就结束了 喜欢记得免费点击订阅 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 欢迎下方评论留言 志恒陪您一起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